大家好,又是我香港仔在台湾的这个节目 今天已经去到第十集了 今天的嘉宾都是法国姐姐 我们的背景很漂亮 是否在法国的南部 我不在法国南部 巴黎南少少 巴黎南少少 即是巴黎的南部 到一个半小时的高铁 真的很漂亮 简直是一个仙境 有阳光浸下来的话 真是很漂亮 刚才你没有说 我现在都是在台湾 另外一边就在法国 都相距十万九千里 那么遥远 第十集 今天我们会讲什么呢 今天的题目是真的挺沉重的 很沉重 沉重到一个点是 很多人都不敢去面对 甚至乎是不想提 可能是一些人的禁忌 究竟是什么题目呢 死亡之后 其实都不一定是死亡之后 其实我们都在生 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 其实死亡之前 我们怎么去面对 或者用什么心态去迎接 是否叫迎接呢 我稍后可以再讲多一点 今天我们会讲死亡 死亡 死亡 很多人都很想知道 每个宗教都有自己的看法 其实死亡之后会去哪里 其实死亡之后会去哪里 其实很多人都很想知道 每个人都很想知道 也有些人已经有些答案 死亡会去哪里 因为说的迎接是那些病重的人 可能他知道就死了 但是很多人都不会知道 什么时候会死亡 所以迎接死亡 其实我觉得应该在生的 现在就需要迎接 但是我们要正面的迎接 而不是负面等死 刚才Rick就问过 究竟死亡之后去哪里 有不同的宗教 有很多宗教都相信 死亡之后 可能就会上天堂 或者下地獄 那就会永远 有些宗教 相信有轮回 例如佛教 有六度的轮回 有些不是宗教大派别 或者New Age 就会觉得 大家翻上天家 可能跟你的指导 守护者 聊一聊 然后再想下世去哪里 所以我觉得有几个派别 但是不离 一个就是 永恒在地獄 或者永恒在天堂 另一个派别 就是要再次回来 做人也好 或者做动物也好 你是不断去重复的 当然有些宗教 可以重复这个细节 去到一个高维度的地方 继续去修行 也好 每一个派别 每一个宗教 当然他们有自己一套 相信的人当然会相信 但是我们这些 很多都是无神论 无神论的那些 其实都会想 哇 那么多的派别 究竟去哪里好 他们会觉得 死了的时候 是否真的会上天堂 好人就说会上天堂 或者要信耶稣 才会得到永生 佛教就说会看你今世做了些什么 然后就会看你去哪个岛 有些人都未必想做人 有些人就说做动物的 但是也要做一些 投胎去做一些 有钱人的动物会好很多 但也不是我自己选 所以 每个宗教都有自己的派别 我觉得也不需要 去争论那么多 但是 其实 你自己会相信哪一套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佛教徒 所以 我当然是比较贴近佛教的道理 而你自己 刚才说 有些人就想做动物 但是有钱人的动物 其实我会跟大家说 我不是静止听 Rick是说过的 但是我不是静止 Rick 很多人我最近都听 如果做宠物就好了 你想想 宠物有没有自由意志 就算有 可不可以有自由呢 例如我的狗刚刚才回来 他想脱了那个头疼 因为他刚刚做完小手术 可不可以呢 他明不明白呢 你是想做一个有智慧的生物 还是做一个没有智慧的生物 只是吃喝玩乐 大家的取决 其实可能 看到他们好像 虽然作为畜生 但是生活好像天人一样 但是其实 他们是没有我们的智慧 没有我们的自由取向 没有我们想做什么 有自由意志的决定 不是的 做猫也挺好 你还在这个 宠物界那里打滚 做猫也可以自己 有些猪鹰都理不了他 是狗 煮一才会好 好理他 做猫 很多人都很想做 下一世做猫 因为猫真的很自我 睡又可以 或者去跳又可以 去玩又可以 没有人可以理得到他 当然 你只留在吃喝玩乐的层面 你是没有想过 在精神上有提升 还有没有想过 要学习 没有想过要进步 是吧 其实这一世 如果真是根据佛教这样说 我这一世都用了很多脑 都很累 做了人 下一世做猫也挺好 或者做一只猪 最终都会被人劏 但是起码都睡过 玩过 被人吵肥过 那 那 回来 我想说 很多人在这个人世间 人形猪 人形猫 都很多 你不是说六度 就是这样分 动物就是动物 有很多人世间 你见到的 他们都见到六度 不用到的 那些就是人形猪 不是 在一些战争下 整天都不知道 明天还存不存在 刀光火劍 用错了 总之就是 很多的兵 兵行遣雀 打生打死 这些 跟在地狱有什么分别呢 然后 有些是 吃不饱的 其实那些 跟在饿鬼有什么分别呢 作为人 有些可能就是 蜂蜜足 食 跟着什么都 很好 那些 跟天人都没有分别 那 譬如说说 阿修罗道 阿修罗道可能大家是比较陌生一点 阿修罗道 其实他们是有 福报的 有福气的 但是个人就很喜欢 妒忌 很喜欢 比较 很喜欢发生的 那 如果在独物界 你就可以当是 狮子老虎 那 所以 其实你在人间 你都见尽目到的时候 你其实现在做什么都可以 你去找个父母包养你 你和一只猫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其实 嗯 那些是怎么样 是做 是这样 但是想说 天人你就是在受自己的福报 那当你的福报完了之后 你剩下什么 剩下什么 剩下些恶果 对不对 所以通常很多时候 在佛教的故事里面 一个天堂的人 享完他的福报 那天堂的人都会死的 死了之后 剩下些什么 剩下些恶果等他 通常呢 下一世 天堂的人 可能就是 你想做的猫猫狗 或者猪 甚至是落地獄 那 但是刚才说的 无论什么宗教 其实都是一样东西 都是叫做 道人向善 就算你刚才说的 无神论 你都有个良心 是不是 那些人临死之前 为什么会害怕 可能就是想着 哎呀我今世 做了很多对不起的人的事 或者是做了很多 遗憾的事 或者是赶不及做的事 那其实这些 无论你有没有宗教信仰 你临死之前 都很多时候 会回想自己一生 是不是 你那时候 其实就已经是 充满着很多遗憾而走 那 不如这样 大家是 我刚才不是说 现在就已经准备死亡 就是因为 现在就要做好 每一刻 做好每一个当下 你就 可以为自己交代 那 那无论我们之后的生命 是人死如灯灭 或者是真的有轮回 你都对得起天地良心 可以好好地走一趟 对不对 说的当然很容易 真的 哇 说来就来 如果真的完全是很 很准备的 真的能够看破生死的 随时就可以走了 但是 为什么还有些人 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 都真的 很害怕面对死亡 面对死亡 我们不是害怕死 你知道我们害怕些什么吗 你刚才叫我问你 要害怕什么 你现在问回来 我问一下你 我问你 最快问我是不是 这招 对 你害怕什么 我害怕是 我想不是只我一个 我都不是能够代表的 但是我尽量去说一下 害怕 在世的人害怕些什么 为什么他们这么害怕 有一天真的死了 很多是未做到 未完成到 unfinished 我想做的 但是这么快走了 就不是很厉害 是不是 而且 二来很不舍得 很不舍得 在世有的东西 当然死了 你都不会知道自己 死了应该是没什么意识的 但是也都会 因为我现在还有意识 你就可以想 死了之后 哎呀我 我会失去了某些东西 或者我不舍得人 和一些事 是的 或者有些话 都未曾说 或者有些事都 未曾做得很好 这些位置 还有 真的 另外一件事 就是 不知道死了之后 会去哪里 直得了 死了之后是没有意识的 但是我现在很有意识 去想 没有意识的我 之后会如何 首先 死了是否就是没有意识 这个是一样的 第二 你不舍得放手的东西 就算 你有几千亿身家 或者你没有什么身家 你死的时候 可以带走吗 物质的东西你就放下 对了你死了之后 还想着带回到棺材吗 这个我觉得 就已经不用想了 接着呢 你说 做不切的东西 那现在做了它 接着有些 你是 说 放不了手的 譬如可能 未说得切的东西 那你现在说了它 接着你不舍得的 亲朋亲友 现在好好珍惜它们 是吧 还有 如果你是 觉得自己死了 没有意识的话 其实未必真的没有意识 就是今晚刚才说了 而你 觉得和他们 会说再见 但是 如果你相信 人死如灯灭的 那有些什么需要 都没有什么了 没有什么了 什么都不存在了 那你死了之后 已经消失于天地之间 你是没有了你的意识的话 你怕什么 没有什么怕 第二 如果你相信你死了之后 是会继续的生命 其实 已经死了很多次了 你和你的父母 或者你爱的人 或者你的仇人 其实 身身小小的见过 你不记得了 而 死的 情况 那个时刻 我们都经历了很多次 只不过 不记得 小小都是想 哎呀很怕死 很怕死 不如想回 你怕 失去的 或者是怕 没有做的 现在做了它 那你就不怕死亡 如果反过来 好像你这样说的话 很有道理 那当然啦 真的好像很简单 那我想说的话 就现在说吧 或者我未曾做到的 现在快速做吧 那当然有些事情 不是说 所以有时候 我都会这样想的 每一天 要做事 都尽量做完它 因为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或者 我经常这样说 我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因为 当今天已经是最一天 然后就尽量做完 要做的事 至少不会留待明天做 当然是否真的 可以留另一回事 但是心态 就会当我 我今天 有什么事 就尽量做了先 我不知道 是不是可以留待明天做得到 有些人的心态 会这样 我现在都会 都会想 因为 我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因为你都觉得对的 真的 很简单 你未做到 我现在去做 你有什么话 你想说 因为我想说一个事件 就是 我来到台湾 租了一段时间 之后 说的是上个月的时间 有个朋友 我就去了台南去探他 他又介绍了另一个朋友 给我认识 我都是第一次认识的 大家都聊得很投契 都很开心 都会说下一次 可能下个月又再 下台南 又再找他 怎知道 过了几日之后 他就发生 街灯意外 就走了 这个事件 对于我的冲击 都很大 好像是很迷身 我都是第一次见他 你说是否真的感情 又不是的 但是觉得 哇 生命的东西很随意地 很脆弱地 很快地 所以我更加要 想快些做好我要做到的东西 或者真的要 不要留待明天 因为留待明天 我也不知道明天 会怎么样 至少不会有个位置 被自己遗憾 我不知道 这件事 对于我来说 对生命的冲击 我真的觉得 死亡可以这么近 是的 尤其是 我们害怕的 不应该是 把重点把气死亡 我们把重点把气 在生的时候 我们活好每一个时刻 我不是叫你 一定要做做做做 有时候你要休息一下 其实都是在享受的 有些的派别 或者是新年代 都觉得我们人生道理 有不同的课题要学习 那你今世学不完的课题 那下世又要继续 所以最好就是今世解决它 今世学好它 譬如佛教说 可能会有些冤亲债主 不如我们今世好好地 将冤亲债主的结 解决它 那你下世 那就会舒服一点 你就算不想下世 其实今世都会舒服一点 是不是 所以其实有很多人 生存 就是刚才我说了 就是 人呢 可以生命的时候 生活的时候 你已经觉得 他是在六度那里 不断地轮回 是不是 那有时候 我觉得有很多人 是行尸走肉 你的身体没有死 你精神上 和一个死人没有分别 是不是 有些人 虽然死 但是精神上在 就是我们古代说的三不鸟 是不是 你的三不鸟 你的肉身死了 但是你的精神永在 那么 你记不记得三不鸟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都要看一看 三不鸟呢 就是立功 立言 和立得 那么 有一些事情 譬如我们死了 原来我们这个YouTube 可以继续流传在后世 然后继续可以帮到人 那么我们的精神永在 那么现在还有AI 学完我们之后 然后可以将我们的东西 转化继续下去 我们虽然身体死亡 但是我们的精神灵魂 是不会死的 这个你说得很好 就是其实是 所以先人说 死亡 虽然肉体不存在 但是精神还会在 就是他人已经不在 但是他之前所做的事 还是会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还会长存 精神是会长存 对吧 我们说得不要这么 只是说好东西 譬如秦潰到现在 已经是继续被人游杂 所以其实你做好东西 当然是会造福以后的超越时空 但是做坏事 其实都一样是被人遗臭万年 其实我们都说了一些 其实我们面对死亡 或者是如何迎接死亡 一些的心态 都真的要活在当下 活好当下 那就不要令到 明天会有后悔 我觉得是那个时候 真的 因为没有人知道 什么时候会死亡 我真的不知道 但其实 我想说是可以做错事的 可以失败的 然后 虎人也常常 但是 你就是要反省 跟着 就改过 要说对不起的 就说对不起 不要为了面子 你今世不说 滚到下世 都不知道 多大 那个西瓜 你明白吗 所以可以在他 未发酵到很大的事件 有时解决了 自己又轻松一点 不要把结越整越大 因为 提提我催眠的时候 很多时候 那些心结 是前世带落的 你前世有一些 有一个就是 前世很想写一本书 写不到 今世他经常都 很想写一本书 但其实他是没有兴趣的 所以有时候 他又觉得 很抑鬱 或者怀才不如公心情 其实可能是前世带落来 你前世要搞定他 那你就可能会 我真的做不到作家 不要这样说 我们现在科技发达 任何人都可以做作家 只不过是成不成名 你不要求成不成名 你不要求成不成名 作家写书 是很容易的 那就是 那个目标 调一调 不是做一个成名的作家 做一个曾经发布过的作家 是的 因为成名很靠 你那些 有没有观众缘 我们自己说 就算很有才华 但是没有观众缘 或者是天使地利的人 和不够的 那你不要想过结果 我们讲过 不要想过结果 你想出名的 很简单 是不是 你脱了衣服 在外面 跑个圈 那就出名了 你是想出名 还是你想做写书 你又要写书 又要出名 要做很多研究的 然后还要做天使地利人和 所以其实是 调一调 调一调 你开心就可以了 就是不要 将自己的开心 建筑在那些 喜欢你的人身上 是吧 嗯 好 那死亡 真的可以很遥远 亦都可以很近 我刚才也说过那个位 所以我们真是每一分每一秒 都真是 当是最后一秒 那样 那会不会太过灰 还是都觉得 我会更加用尽 每一分每一秒 我觉得是 现在我心里有些会变的 都是会 另一个位 我想转变 就是其实 不捨得个位 不捨得个位 那很多人 真的不捨得离开 就因为他不捨得 他可能不捨得父母 可能我移民了 来到这里之后 特别会觉得 跟亲人的距离越来越远 所以有时都会想一下 他们都老了 有时都会 那个环境 或者转变到环境 都会令到别人容易 会想多些 那种离手别墅 那怎样去 去调节 去这个面对 就是会好些 去正面些 去面对这个 就是不一定要死亡的 离开也是的 就是我离开了香港 我这么多年了 都真的突然之 第一次 你也是 你都来 来香别井 直接嫁到去法国 就是那种离开 就是跟你妈妈 都会真的有距离的 那虽然你说 每天都可以zoom 但都始终是隔着个屏幕 都摸不到的 那又怎样做 我没有摸妈妈的癖好 不知道啊 Rick是 但是呢 我会反过来说 感恩一样东西 如果我生了几十年 我连zoom都没有 我没有这个技术 所以其实我要这样看 我其实是很幸福的 因为我现在可以离开别井之余 我可以很简单 就可以跟我的家人聊电话 譬如就算是 还有我现在有飞机 很方便 是不是 我最多都是坐15个小时 飞机回香港 但是其实是去到的嘛 那些机票其实是承受得到的嘛 所以我要反过来去想这件事 大家要 我们上集说转念 就是不要说 哎呀分开好 你要想 哎呀我真的很幸福 如果我不是生在这个时代 我就真的像古人那样 可能只可以写信 那 反过来想 是 真是很乐观 花家姐姐 去了法国的南部 这个巴黎的南部之后 个人特别正向 是好的 真的 有正向的思想 都真的可以 撑倒下去 或者都真的会 多些力量去面对 尤其是你和 台湾和香港那么简单 哈哈哈哈 事实上是近 但是都不会常常再见 始终和之前的生活 都有那个 分别在 我再问一下你一个问题 Rick 你以前是 多久去见你妈妈 八次的呢 在香港的时候 一个星期都可以见到 两三次的 都是两三次的 现在是真的 隔很久才见 或者是 都不会常常见到 现在是 但是 已经是八个月了 那都是 就是 它有来过 淡过我 那都是十几日的事 但是 有时候 这个 我应该用错字 不是小别性身分 但是呢 就是因为你太久没有见 你那种的联系更加的强劲 以及你会更加珍惜 所以 是啊 所以其实一件事是没有坏 和不坏的分别的 是你各样的都可以正面一点去看 去抓住 你那个 很珍惜的感受 我见到他 真的很开心 每一次的见面 都是一个礼物 其实 哇 但有时都会这样想的 你都是好的 你会这样 每一次都是一件 是一个很好的一份的礼物 那有时都会 夜难人症 都会想 嗯 爸妈都老了 都可能有机会 那所以 都会想一下 他们之后会去哪里 那我又会和他分隔 也都可能是我先 OK 我都不会知道 那 那这些这样的思绪 就是又会这样 也都会令到我想一下 原来死亡 是会令到人与人之间分隔的 人与人之间会分隔的 那也都会 就是会令到我们更加珍惜 我们现在的 相处的时间 也都可以这样想 但是都会有分隔 分隔就是分隔 这个是 我都说了 分隔 但是你的精神灵魂 是没有分隔 你始终会相见的 如果你相信有轮回 有下一世 那反过来说 就是说人死予灯灭 人死予灯灭 那你是不需要照顾 对吗 这个画面我经常会想 如果死予灵魂 看到灵魂 会怎样呢 你见过的了 你见过的了 你不记得了 哈哈哈 有时都会想 哇 死予灵魂 是否也会有感觉 他回到灵魂的时候 看到人会哭 有些人没有表情 即是 怎样面对 作为一个 不知还有没有感觉的灵魂 怎样面对 我不知 我觉得你真是很搞笑 那怎样面对 那就是继续前路 上路了 师兄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不要在人间那里 搞住你的亲戚朋友 你不要搞我 如果你先去 麻烦你上路啊 你 就是那个位置 想逗留久一点 你不能逗留久一点 你不能逗留久一点 人间已经不能逗留久一点 如果呢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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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死亡 五分钟大概 你害怕是因为 不知道死了之后去哪里 是吧 譬如你那个离留 你留在人间的状况 那我就比较熟 佛教 你这个中音身来的 其实你是一个过渡期 所以 那些时间 未必是七七四十九一的 有些可能短一点 有些长一点的 如果 你是一个很 厉害的大善人 你已经不用选择了 你已经直接上圈堂了 你这个大恶人 也不用选择了 直接拉你到地獄 但是 有些人是 中中停停的 那些 可能都会经历 一些中间的状态 叫做中音身 那 有些人 就不是佛教说的 有些 譬如香港都经常听鬼故 听回来的 你经常留在那裏 你越留 你的灵魂越留在那裏 你越不记得自己是谁 就变成游魂惹鬼 所以你千万不要 因为你的执着 不去继续走 刚才说的那些 不是佛教学回来的 是听鬼故 学回来的 那些呢 就是 例如 在轮回之前 有些故事都是这样说的 那 通常 如果你是恶人 不是直接拉你进去 那些 可能你会见到一些洞 可能有些野兽追着你 然后 又狂风大罩雨 你见洞便进去 一见到洞 一见到洞 进去 那就下世了 通常见到洞 通常有些山洞 黑黑的那些 你进去 下世都不会是好的度 但是 亦都有些是吸引你的 很漂亮的吸引你 然后你又进去 可能都未必知道 出了一世是什么 所以 都是 在生的时候 做多些好事 那就是要好好地 迎接死亡 或者迎接准备你的下一世 因为你今世 如果你觉得有很多事情 哎呀 真的很不公平 或者为什么是我 想一想 其实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我们上次也说过 如何命运 如何改变 一条命是你自己造成的 你自己不变 你上一天 是搞这样做 是你自己搞成的 所以 就是问一下自己 究竟可以做些什么好些 至少 我死亡的时候 不要那么多遗憾 然后再帮我下一世 就是普反好传道 好 说得相当好 然后 又令我延伸到 想到另一件事 你可以又再看看 你如何回应 其实有些是突然之间 枉死 就是他都没有想过 自己会 真的会 在那一刻会死 但是就真的 不知道为什么 因什么事 可能是车祸 刚才也有说过 那 我又 就是在生的人 看回的话 就会觉得 哇 真是好冤枉 那这个可以用多些角度去看 你会 就是在死了的灵魂 又会怎么看呢 或者再生的人 就觉得 哇 真的好脆弱 哇 会不会下一个都自己的 或者 究竟 怎样可以 这样就可以 走了 很冤枉 如果 这些情况 我都是听鬼故 那些说法 就是 这些突然死去的灵魂 可能都是 太过 惊恐了 他未必知道自己死 是不是 在生的人 可能 要做一些宗教的仪式 令到他可以去 顺利过到下一个阶段 那 而 可能这些灵魂 会带着 憤怒 是不是 所以 在生的人 如果有宗教信仰 就用回宗教信仰去 你也相信他存在的话 有些是念经 有些是祈祷 希望他是往一个善的方向 但是 他们自己的因果 要自己去解决 他们 遇到一些不幸的事情 我们这样看 很不幸 但是 其实他们内里 如果我们相信死亡 不是一个终结的话 他们其实 正面一点去看 其实都是 学到一些 或者解了一些 都不顶的 所以 当然 得如其来的分别 是很可怜的 在生的人都会很悲伤的 但是我们想一下 怎样可以为他的下一生 可能令到他舒服些 或者是 在他 在一个这么无助的境界 怎样可以令到他 去安心一点 这样会是好过 哎呀我真的觉得 这个世界很脆弱 很不公平 很什么 发生了 我们去 想一下 怎样可以做好一点 去下一个步骤 所以我们都 就算 见到一些 情况 是真的有些人 是突然之间 走了 枉死 也有些 我都会真的 近来 有一个 算是我的老师 他也是 因为他都有病 但是他都 走得很急 所以这些位置 也都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都真的 不需要害怕的 但是就真的 会觉得真的 一个生命 都真的 可以走得很快 可以走得很快 听你这么说 我们都不需要 很害怕去害怕 其实我那时候 都觉得很震撼的 哇 还是很年轻 所以 也都会想 我又会怎么样 有时都会这样 投石在自己身上 但是 听你这么说 我们都真的 不需要害怕的 但是想一下 怎样可以 令到自己 可以 过得更加好些 或者更加珍惜自己生命 用自己的生命 去再 做多些 善的事 去影响更加多的人 正面地去影响 真的 真的 我不知道 因为近来 都真的 很多事发生 身边 亦都有 认识的人 亦都有些 不认识的人 真的 有些是 走得很快 有些人知道自己会走 但是都真的 比想象中 走得很快 都是 很接近死亡 亦都 那时候 亦都可以说 跟死亡很遥远 因为那时候 都没有想过 但是 他来的时候 就可以很接近 是的 所以 有很多 我的催眠案件 他们有一些死亡 往生了的朋友 或者亲戚 在他的催眠当中 很多时候 都会见到 过身的朋友 或者亲人 不要管究竟是真 还是假 但是 始终 他们见到 这些人 其实是有一些 未说的 说话 或者是 未说的 譬如可能 通常都是那些 对不住 多谢 这些是没有说出口的 爱你 这些没有说出口的 就会在催眠的过程当中 是要说出来 所以希望大家 不要找我催眠做这些事情 希望大家听完之后 及时做这些事情 哇 好好啊 好啦 差不多 我们今天都说了 死亡之后 即死亡之前 或者 我们应该在生的时候 都真的 死亡是一个必然的阶段 亦都可以是一个 新的开始 或者是 一个 可能是用另一种的形式 继续 因为我也有听过 可能是 死亡 可能会用了另一种的形式 可以继续这样 好像刚才所说 可能我们的精神都在 不过就用了另一种形式 去存在 当然 这里 到最后 你都会叫我说金句 今天的金句关 刚才那些总结 就是要珍惜生命 因为 你不知道 死了之后 下一世 会去哪里 现在我们可以作为一个人 其实很难得 所以今世可以 完成到的就完成 要珍惜的就珍惜 不要觉得很无力 然后就想傻事 不会的 因为今世做不到事情 大落下世 转到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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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世不知道怎么走 所以 现在更好 你现在看到的 可能一些的景象 你生不如死 但是其实 好像 Rick刚才所说 最初的时候 可能你会有很大的冲击 但是 时间是很冲淡的 你现在是一个逆境 不代表你之后 没有顺境 你为什么不让自己 给其他人 一个将来的机会 逃避 就是 我说的是 大逃避 大逃避 并不是一个解决的问题 所以大家 如果是遇到 一些很难 其次的事情 或者是 觉得很难解决的事情 找亲人朋友 去聊天 可以是 如果你真的 是情绪病 找医生 如果你真的解决不了 可以找催眠师 比如我 所以 没有事情是 解决不了 这个世界 只是有你 放下不了 你自以为 放下不了的东西 说得相当之好 发觉姐姐果然充满着 智慧和美貌并重 OK 今天 差不多了 我们的时间 下一次 再和大家分享 其他的题目 希望大家 听完这个节目之后 都记得要 珍惜生命 订阅 like to my share OK 非常好 各位 就这样了 拜拜 我 自然 有 我 有 有 你 有